《如露可目吸水》是描写一只口渴的鹿 寻找吸水的那一副饥渴的表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相信信主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首诗歌一定很熟悉的 这首诗歌其实是根据诗篇42篇而写出来的 诗篇42篇一开始就讲到我们的心如露可目吸水的来到主的面前 那么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诗歌就是描写这幅图画 《如露可目吸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露生活过 我的家曾经有很多露出没 当然都是野露了不是我养的了 不过这些露都有一个特别的表现 那就是露的一个家庭 常常是一位领袖先跑到一个地方探露 然后看到有吃的有喝的 他的家人就会跟着一起来 当一家人都在那边有吃有喝的时候 然后看见他们聚在一起的快乐 《如露可目吸水》是描写一只口渴的鹿 寻找吸水的那一副饥渴的表现 但是当一只饥渴的鹿找到水的时候 那个满足感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美好 正如我说的不只一只鹿得到满足 通常是一群鹿因为这只鹿得到满足之后 就会跟着一起得着吸水的滋润 那当我们听这首诗歌的时候 让我们揣摩这幅图画 我们正是那只口渴的鹿 因为我们的心灵饥渴 于是来到神的里面 我们就找到心灵的吸水 使得我们心灵得到满足 不只我得满足 而是一个群体因着你我得满足 也一起得到主的恩惠和满足 但愿我们向那一头可目吸水的路 我们心中可目神 等候祂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引导 愿神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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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